这间看似普通的中学里 居然藏着七个恐怖的怪谈 诡异的蒙娜丽莎英森的贝多芬 还有断头的篮球运动员 都会在夜晚悄然出现 这天为了增加几个年级之间的友谊 调查团举办了一场试胆大会 规则就是新生们必须缤分两路 依次在美术教室音乐教室 理科教室的黑板中写上名字 就算完成此次任务 这要求要是白天的话再简单不过 可要是在英森的夜晚就极为艰难 看看艾伦与让颤抖的双头 就知道难度有多大 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走 艾伦这一组全部犯起嘀咕 反观莱纳这边 没有一人害怕的 头可断血可留面子不能丢 艾伦等人只好硬着头皮出发 新生们走完后 高年级的几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不久后艾伦等人成功抵达美术教室 可就在他们写文字时 背后却突然传来恐怖的笑声 墙壁上的蒙娜丽沙象 竟突然笑了起来 众人被吓得丢下手电筒就跑 艾伦几人被弄得狼狈不堪时 莱纳与小辈二人却在楼梯口 悠闲地思考着 女生为什么总喜欢一起去上厕所 就在这时拐角处突然出现一个幽灵 莱纳立马前去查看 结果却不小心 陷入深不见底的楼梯深渊中 画面一转女厕所中 尤米尔杀下两人 正陪着克里斯塔上厕所 本来相安无事 可尤米尔这家伙 却想起厕所中也有七大恐怖传说的事 相传只要在夜里 敲三次第三间厕所门 里面的花子小姐就会做出回应 并将人拖进厕所 不相信的三人准备尝试 结果恐怖的事发生了 里面瞬间传出恐怖的歌声 尤米尔抱着克里斯塔就跑 结果安全后才发现 自己竟然抱的是沙夏 而另外一边 三例告诉众人 恐怖传说最可怕的地方 不是那些匪夷所思的场景 而是他还带有诅咒之力 据说看到恐怖怪谈的人 都会变得十分倒霉 让听到后十分害怕 难道自己受欢迎的时期将会提前结束吗 可尼也担心起自己的成绩 他是真的不想再挂科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的钢琴声 众人瞬间汗毛站立 而这正是七大恐怖怪谈之二 疯狂弹奏命运交响曲的贝多芬 众人吓得将所有乐器全部砸了过去 结果对方流血的样子反而更加恐怖 艾伦被吓得直接冲了出去 不久后就来到顶部 结果倒霉的他 又撞见一只恐怖的幽灵 对面突然从头上出现 直接将艾伦吓疯了 三例听到动静 立马前去支援 艾伦将刚刚发生的事全盘拖出 而三例告诉大家 这正是七大恐怖传说之三的对劲 艾伦边叫边逃 不断对自己洗脑 幻觉一定是幻觉 与此同时 莱娜与小贝两人还在不停地爬着楼梯 足足三十分钟都没有停下来过 尽管小贝一直提醒莱娜 但莱娜还是坚定地认为只是错觉 而另一边走散的克里斯塔 正哭哭啼啼地走着 这是一名穿着白衣服的女人出现 温柔地安慰起她 也让她长大想成为姐姐一样的人 但奇怪的是尤米尔出现后 对方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不久后艾伦几人来到最后的理科教室 按道理说来 莱娜等人应该在这里等着他们会合 可奇怪的是 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他们 三立怀疑他们可能成为 七大恐怖传说之四 跳舞的人体模型 和恐怖传说之五 尖叫骨骼标本的牺牲品 突然两人感应到有东西 看着身后恐怖的模型 两人被吓得扛起阿尔敏就跑 不久后众人来到教学楼外 两个小队的人成功会合 不过莱娜与小贝却不见了 因为此刻在楼梯上的二人 正在遭遇怪物的袭击 众人不想耽搁时间 只能先去终点等他们 结果几人刚进体育馆 就撞到了可怕的阴影 而这正是七大恐怖传说之六 一手运球的无头幽灵 突然体育馆出现众多鬼火 之后火焰变化成幽灵 在后面不停地追逐众人 就在这时莱娜与小贝也来了 他们身后的家伙更可怕 居然是一个巨型炮台 还将炮口死死地对准他们 一群人被吓得在体育馆中疯狂乱窜 看到众人狼狈的样子 密威尔不想再玩下去了 直接将炮台掀翻 不过却不小心砸到倒霉的欧里 随着灯光亮起 艾伦等人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些都是学长们的恶作剧 然而克里斯塔却在这时问起来 怎么没有看到那位白衣服的情节 结果下一秒艾尔文的回答 让平静下来的众人再次紧张起来 那白衣服的女人 正是七大恐怖传说之七 在某次试胆大会中销声匿迹的少女 她迄今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幽灵 仍彷徨在校内寻找可惊吓的人